原来谢霆锋年轻时真的超级超级拉风 即便明星云集 他依旧是全场最亮的仔 这段拍摄于2001年的珍贵影像 也被称为视景名画 青春故事里的主人公西树道场 画中21岁的谢霆锋激情畅响 潇洒却不安分 唱着唱着 他就坐到了陈老师和张柏之中间 注意当时的谢霆锋和陈老师还是哥们 而摄影师的镜头似乎能洞悉一切 给了王菲一个大大的特写 看得出来 他很关心谢霆锋的一举一动 特别是和别的女生在一起的一举一动 几个月前 在某电影的庆功宴后 王菲和谢霆锋牵手离场 恋情随之公诸于众 然而 两人虽然你情我愿 却不被外界看好 因为王菲大的谢霆锋整整11岁 当时的谢霆锋和张柏之已经有过合作 虽然以兄妹相称 坊间却也不时吹来风言风 这段小编我没有解说 那我干嘛去了 我想说 刚才我在静静心上 必须承认 虽然视频有些模糊 但在怎么扎的画质 都难以遮掩这三人年轻时的盛世美颜 而那边热闹依旧 这边的王菲再次回头去看 哇塞 王菲这是什么表情 是一脸错愕 还是说他在默默的喝醋 我们看到他眼泛泪花 是的 菲姐他哭了 在喝了一坛醋后 他哭了 对此小编我完全表示理解 就像当年我也十分喜欢张柏芝 看到风哥亲密地坐在他身边 我也喝了不少醋 而后面的故事 大家再熟悉不过 风哥与菲姐分手 两人各自结婚 风哥与菲姐又各自离婚 时隔十四年 有情人终成眷属 最后 他们还得到了无数粉丝的祝福 是啊 这时间每一队有情人都该被祝福 可先前小编我看这段视频时 还一直在笑 笑着笑着却哭了 哎 就像诗里写的那样 青春它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那么 2001年你多大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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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